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令人不安的事情太多了 法拉圣109分局在6月13号下午30前后 接报有一名少年还有一名少女 他们在公园的时候 遇到一名陌生人跟着他们后边 而且被持刀威胁 这个少女就那样不幸的被 他拿刀出来之后 命令他们两个人是闭嘴 然后叫他们走进一些树林里面 警方是这样表示 嫌犯随后跟随两个人进了一个树林 比较安静的地方 然后用鞋带将他们捆绑在一起 那女的呢就不用说了 那个畜生搞定之后呢 还指示他们两个在案发地点等待20分钟才可以离开 他在离开之前还拿走了他们两人的手机 不过呢 这个嫌犯呢 他在现场是有留下了他的水平哦 喝过水的水平啊 在6月14号那一天 警察拍了很多的人力大批啊 都在案发地点进行搜查了 包含特警在内的多个部门参与 当前已经布置了至少60名调查员 知情人表示 受害上以为亚裔 没有说是中国人 还没有说啊 尽管是在白天之下 走在没有什么人的路上 你是我 你怕不怕 如果你是男人 当然不用怕了 好多的心理阴影哦 突然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应该是刚才那个花吧 听说那个嫌犯也是年轻人才二十几岁 应该是蜥蜴 就两个十多岁的 年纪太小了吧 不敢反抗 那我还敢去台湾吗 我是从台湾飞回来的 我喝的那一杯免费奶茶 它是在八大道有一个门店的 所以我相信这是可放心的 另外说真的 在小店里面吃炒饭 不应该 我是觉得在外面我吃东西不应该花钱买炒饭 除非是真正的阳洲炒饭材料比较丰足的 好比我那个视频已经说了 去越南餐馆里面那个就好吃多了 另外也有观众提到阳洲炒饭 原配的那个有那么多的配料了 才好吃的 我把它留言给你们看一下吧 如果太怪的话你们按停 来咯我吃过的阳洲饭最起码都有 腸仔嘛 那个叫腊腸应该 现在吃着这碗东西 等人家煮饭给我吃 多谢人家的爷爷留言 那边呢 那个人在唱歌我拍他的时候 他有看过来跟我挥一挥手 希望警方尽快拉到那个仆街 如果不是 害得人多了 这些人渣呢 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毁灭才对 那两个应该是一男一女 放学之后在公园散下暴而已 希望 女的呢 希望他身体没事啦 不要大爱啦 不要 哎 我都不想说这只眼 那个男的看着 如果他说少男 少年 应该是男孩啦 那 希望 他们早日做出阴影 心灵 看着那个女同学 哎 哎 如果他们是 哎 不说了 这单 是这样 希望大家平安 健康 和生活愉快 今天是父亲节 要和那些 父亲们呢 说声 父亲节快乐 这个就不是 随人都可以说的 例如我 就不要跟我说 父亲节快乐 除非我有老公而已 有个儿子 或者有个女 那都可以说的 有没有老公 有没有 爸爸在那里 你们快乐就行了 感谢观看 好 好 感谢观看